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西班牙恐怖电影《殷生》 故事开始 胡子书和妻子梅姐带着儿子郑太搬进了一栋便宜且古老的大宅子 这里地段不错 但就是有些破旧 胡子书打算将房子搬新后 捣手卖出去赚个差价 然而就在他们搬进老宅后不久 郑太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他总说自己能够听到不存在的声音 心里一声花花看过后 认为郑太只是因为搬家产生了应激反应 叮嘱了几句多读书多看报 少吃零食多睡觉就走了 谁料花花开车回家的路上 一只苍蝇钻进了他的耳朵 紧接着他的眼睛开始冲雪 然后车辆不受控制 直接撞到了树上车毁人亡 而另一边 胡子书家里的诡异事情也接二连三的出现 房子里莫名的出现了很多的苍蝇 而郑太经常在黑暗中看到一个类似干湿的鬼影 胡子书还发现 郑太经常拿着对讲机自言自语 而问他 他却说自己在和爸爸说话 而胡子书和梅姐忙于装修房子 对孩子这些怪异的挤动也没有太过在意 又过了几天 郑太因为咬了校长被学校给开除了 胡子书夫妇这下才着急 赶紧联系花花医生 谁知郑太却看着他们冷静地说了一句 他已经死了 夫妻俩本来也没有多想 可一打电话才知道花花真的死了 二人这下害怕了 这孩子是怎么知道的 可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 当天的晚上郑太居然溺死在了自家的池塘里 警察调查了一番后认定只是个意外 可胡子书知道 郑太一直就不喜欢那个池塘 总是对那里有种恐惧 怎么会主动靠近池塘呢 而郑太的死也让夫妻俩崩溃了 梅姐决定回娘家住几天 而胡子书悲伤之余 却想着继续装修好房子 毕竟他们的积蓄都放在了这里 当天的晚上 孤独的胡子书给梅姐发了段语音 表达了关心 然后就开始看郑太以前的录像 过去的欢乐时光与现在的痛苦绝望 让胡子书泪流满面 然而此时 一个黑影却站在了他的身后 胡子书听到动静 起身去查看 而此时 门窗开始莫名的关闭 然后这里那里到处传来异响 呃 也不知道胡子书是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 对此虽然害怕 但该吃吃该睡睡 咱有啥明天再说 转过天的一早 梅姐忽然打来了电话 说昨晚胡子书发的语音全是杂音 里面还有些恐怖的怪叫声 接着他把音频导入了电脑 用软件细细的分析 里面突然就传来了一句正态的求救声 吓得胡子书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胡子书感觉到了不对劲 联网找了一个研究超自然事件的教授 申士书 申士书的妻子也是死于这种诡异的事件 所以之后的他就一直研究这种超自然方面的内容 并且含出了不少的专注 在得知了胡子书的遭遇后 申士书觉得这和他妻子的情况一模一样 便同意了帮忙 并且含带着女儿莉莉一起帮忙 但是莉莉并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事件 可奈又不过父亲 帮忙摆上了红外拍摄设备和热成像之类的仪器后 就玩起了手机 接着热成像仪器一打开 只见正态的床上坐着一个人 他以为是胡子书 刚想叫他出去 可实际上胡子书正在楼下的石凳上坐着 而那房间里这个只有一种解释 鬼 申士书连忙拿着仪器赶到了正态的房间 这里表面上看上去空空如也 但他一走进去就和莉莉的联络中断了 耳机中只传出了痛苦的怪叫声 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 只听里面传来了莉莉急切的声音 快跑 他就在你的面前 申士书刚要跑 却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扔到了墙上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申士书退出了房间 他决定留下来好好地侦查一番 到了晚上 申士书被噩梦惊醒 他听到楼下有动静 循着声音来到了厨房 竟然看到了自己死去的妻子珍珍在做饭 申士书激动坏了 也不想想实际的情况 走过去就和妻子聊了起来 珍珍就这么诡异地看着他 然后用菜刀在申士书的手腕上不停地切割 而申士书却感受不到疼痛 直到莉莉赶来 看到的是申士书拿着一把刀在割碗 现场鲜血淋漓 赶紧就抢下了刀 他焦急地告诉申士书 妈妈已经死了十年了 你赶紧醒过来 而另一边在杨家的花姐正在睡觉 这时一个电话打来 她接起来一听 里面竟然是郑太的声音 郑太说 妈妈你赶紧来救我 爸爸找了人要杀我 我就在卧室的床底下 而花姐爱子心切 明明知道这不正常 还一大早地赶回了老宅 正好碰到了胡子书他们 而此刻的胡子书和申士书 却被诡异的场面惊掉了下巴 只见外面的大树上 竟然挂着十几只死猫 画面一转 莉莉去镇上买东西 突然被一个老太太给拦住了 她警告莉莉远离那栋房子 那里在几百年前 是裁决女巫的法庭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有一段时间 出现了很多起孩童失踪案和死亡案 传闻是女巫抓走了孩子 掏心挖肝 因此教会发起了猎杀女巫的风潮 当时造成了很多不是女巫的女性 惨遭杀害 女巫法庭就是干这个用的 原来这个老宅是妥妥的兄宅 你不说涛哥和观众还不知道呢 而另一边 在大宅里花姐来到了儿子的房间 结果真的看到了儿子的身影 刚要过去说话 郑太却很快地转到了床底下 她连忙跟着趴下去看 郑太却消失了 但床的对面却出现了一双如同丧尸的脚 花姐连忙起身查看 对面却什么也没有 再趴下去看 那双脚却寒在 就这样连续起起伏伏的好几次 对方终于憋不住了 从床上爬了过去 梅姐连忙往后退 却直接退到了那个干湿的身上 与此同时 莉莉赶了回来 把自己听到的事情 告诉了胡子书和绅士书 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一声巨响 玻璃创碎了 只见梅姐的脖子上 酸着神被吊死了 又是一个最亲的人的离去 任何词语 都无法形容胡子书此刻的心情 但警察却把怀疑的目光 看向了胡子书 毕竟说这是恶灵干的 实在是无法让人相信 接着莉莉回看到 梅姐死亡时的视频 发现梅姐是自己套上了绳索 但从热成像记录上来看 分明是有一个人 给他套上了绳索 而另一边 胡子书身无可恋的 坐在郑泰的床上 两眼放空 这时床上的对讲机 突然传来了声音 紧接着死去的妻子梅姐 和儿子郑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此刻的胡子书 已经神情恍惚 根本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直勾勾的向着他们走了过去 好在绅士书及时赶到 打破了这一幻境 救下了胡子书 接着绅士书 让胡子书看他新查到的资料 原来当初给女巫执行死刑的地方 就在这房子的底下 于是几人凿开了墙壁 来到了地下 果然找到了当初的法庭 可变成干尸的女巫尸体 绅士书说 只有烧掉干尸 才能破解女巫的怨气 几人连忙上去找汽油 但汽油不够了 他们让绅士书先下去 胡子书继续找汽油 莉莉则在楼上等 话说这恐怖片 最忌讳的就是分散行动 果然女巫变成了胡子书 全都上当 耳朵里钻进了苍蝇 被女巫给控制 胡子书给自己的身上 浇上了汽油准备自焚 莉莉则拿着刀捅了绅士书 绅士书强忍着剧痛点燃了汽油 烧掉了女巫的尸体 胡子书和莉莉也终于恢复了神志 影片的最后 心里焦脆的胡子书回到了家中 翻看起了郑泰画的画 而诡异的是 这些画竟然预言了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 而其中的一幅 让胡子书彻底的崩溃 原来郑泰出事的那晚 胡子书被女巫给控制 就是他把儿子淹死在了池塘里 得知这一切后 胡子书再也无法忍受吞枪自杀了 西班牙的恐怖电影 一向很稳定 本片的剧本也不错 没有靠那些一惊一乍的音效 整体感觉很流畅 很紧凑 里面有些桥段 比如床下那段 拍得很有感觉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